外国入境人士强制家居检疫 实施4日以来 有41人善离居所 5个人被接获送到检疫中心 其余的正是被警方通緝 留听报道 警方晚上到尖沙咀金巴黎道一大巡查 看看有没有人违反检疫令 带着手带来消遣 外国入境人士强制家居检疫 实施了4日 政府说执法部门 透过电子监察系统突击检查 发现有41个人善离家居 警方截获其中5个人送入检疫中心 当中有2个人除了或者剪断了监察手带 据了解包括一个韩籍男人 他本身住阿士顛道 声称皮肤敏感所以剪去手带 已经被安排到火炭进阳村 继续接受检疫 警方正是联同卫生署 搜集更多证据 被律政司考虑提出检控 至于未找到的36个人 警方将会发出通緝令 继续搜寻他们的下落 呼吁市民举报 维生署就说 检疫措施实施以来 一共发出408封警告信 自信律政司意见之后 检控了3个人涉嫌违反检疫令 尤线电视记者刘浩婷不道 医军局说 由星期五起至星期日夜晚10点 有239个旅客分别转送亚洲博览馆 和北大鱼山医院的检测中心 有181人的测试结果呈阴城 已经返回居所进行14日隔离 至于测试情初步养生的个案 卫生署将一部检测 确定之后会公布